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 就是在现阶段接近年底 有13档的ETF 他们的一个换股的一个名单 那可以观察到呢 大部分都是属于一篇这个科技股 从这个所谓的设备股像万润 然后再来到一些所谓的一些 领主件的一个个股 甚至包括像网通族群 这里面基本上都有 那甚至也有一部分是属于传产股 包括像远东兴三洋工业 那么这里面呢 让我比较讶异的是 金融股相对比较少 那么对于这些的ETF新的成分股里面 我个人认为有几档个股呢 其实是值得大家去做后续的追踪 几档个股就是最近大家 常常在讨论的BBU 叫做备源电池的一个模组 它主要是用在 就是现在大家非常在讨论 就是所谓的这个伺服器 那因为伺服器呢 现在它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要了 所以它就比较没有办法去承受 什么所谓的突然的一个 断电的一个风险 所以这一次呢 从这个辉达 NVIDIA的GB200 它开始就发现 就是未来所有的这个AI伺服器 它都必须要把这个BBU 列入所谓的标准的配备 那顺达呢 它本来是在做电池模组 那么这一次呢 它是借着光宝科跟台达电 这两家这个所谓的合格的就是 他们的Power Supply的供应链呢 打入这个所谓的GB200的一个 BBU的一个供应厂商 NVIDIA对于你要放到GB200的这个机柜 这些BBU它有一定的一个规格 甚至呢包括他们的原材料电池芯 他们都有严格的要求 根据我的理解 只有三家电芯厂商 能够被applied到他们的BBU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一个里面 就是Morata 然后Panasonic跟Samson 所以呢 并不是所有小的电池厂商 都有机会打入什么GB200供应链 所以我要跟大家提醒 就是说目前看起来 我个人认为就是属于顺达 还有这个鸿海的子公司 ESKY 这两档个股 我觉得大家可以比较优先做最终 OK 你说像这一档 那 可是现在 它已经涨了80了 那这样有点尴尬 对有点尴尬 但是 看起来其实投信在这一波的一个 这个买操 才刚刚开始去做加码而已 所以我觉得 就像刚刚楚光伦所说的 或许短线上面有点怪力过大 但是呢 等到真正的一些 就是后面的一些消息面 产业面的讯息出来之后 我觉得其实市场上面的资金 就还是会回到 就是真正有接到 GB200相关的订单的公司 所以它这个就是有拉回可以买 对 例如说拉回月线还是什么时日线呢 如果说以这么高角度的上涨情况之下 我个人认为可能回设到时日线 应该就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介入点 E volcanic digital